这一只小拆远要去新家了 你看 临组之前提前要放出来跑一跑拉一拉 你看 拉的十都是硬变变 说明小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跑步 精神状态非常好 来 我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只小白柴两个月半了 驱虫疫苗已经打完了 临组之前还是要全方位的检查一下 检查有没有皮肤病以内 因为皮肤病的话都是肉眼可见 屁股非常的干净 刚才他在那个位置 小谷说明拉屎是非常正常的 不拉西 其次还要看小谷的鼻头 给你看一下 这因为他的鼻头是粉色的 湿润的话是不好分辨 用手摸的话就是湿湿的 鼻头湿润 而且眼睛呢 眼睛都干净没有眼神 不上乎说明没有任何问题 其次呢还要看耳朵 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 耳朵非常的干净 是不是 临组之前啊 这些一定要检查的啊 这样的话 这一只小家伙到新家 新主人的话 羊起来也比较省心啊 这狗妈妈得知自己的伯伯要去新家了啊 你看一只黏着我 你看一只黏着我 临组之前呢 让他俩再见一点啊 估计啊以后再也见不着了啊 来吧 出来吧 你看狗妈妈还给自己的宝宝在玩啊 而这一只宝宝呢 看到狗妈妈也是特别的兴奋啊 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孩子啊 他们两个也是 临组之前呢 让他们俩玩一玩啊 话不多说啊 车已经到了 再抓紧时间给他送过去 你看这一只小家伙 他不愿意进去啊 临组之前你也看到了啊 你看狗妈妈往这一躺 说实话想表达一些什么啊 车呢已经到了 再抓紧时间给他送过去 今天的视频呢 简单的就说到这儿